作者 尔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231集 灭藤一 实际上 亡灵脑中有关古神的神通法术极多 只是 这些法术若是没有古神力之传承 那么根本就不可能施展出来 现在他所施展的神通 是不多的几个不需要古神之力 仅仅需要血液便可发出的神通之一 在看到那金色血液的瞬间 亡灵便决定施展此法术 随着亡灵咒语的念出 他身前那团金色血液快速的沸腾起来 一丝丝白色气体从其上冒出 随着气体越来越多 金色血液被急剧地压缩 最终啊 漠然间化作一个古朴的符号 在这符号出现的瞬间呢 天空归之一暗 所有的云层在眨眼间消失一空 紧接着 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在金光中一个完全由灵力组成的巨大身影 缓缓地出现 这身影巨大 几乎头顶天脚踏地 随着他身体的凝聚 整个赵国所有的灵脉 瞬间便有五分之三从此之后沦为普通山峰 其内的灵力急剧地涌来 剩下的五分之二灵脉 其内的灵力也在急剧地消散 这时 引发这一神通的血液实在太少 不足以使得巨人虚影完全凝实 只能维持虚幻状态 汪灵额头减憾 催动着庞大的神通 对他身体的负荷极大 他眉心的紫色星点 急速地闪烁 与此同时 亡灵艰难的右手一指 已然见识不好 逃之夭夭的古兽男子 顿时那虚影点了点头 大手一挥 无声无息间 已然掏出很远的古兽男子 身子没有任何变化 但诡异地消失了 亡灵神识中 代表此人的光点也随之一样 紧接着 一滴金色的血液 从古兽男子消失之处 慢慢出现 在亡灵隔空一抓之下 血液飞到他的手中 此时啊 那巨大的虚影 对着亡灵略一弯腰 转身一踏 走向天际 慢慢消失 与此同时 那血液化作的符号 也慢慢地消散点 在这一个 整个赵国境内 所有的原因修士 纷纷察觉到这一异常 正在半空飞行的嫖男子 面色立刻大病 他立刻停下身子 神识一扫 遥遥感知 同时啊 在赵国境内 中心位置的通天塔内 一个体态略胖的中年人 从打坐中 睁开双眼 直勾勾地 盯着远处 眼中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这 这是巨魔族的通天之术 再说亡灵 他小心地把金色血液收起 立刻盘膝坐下 拿出竖瓶丹药 一一扔入口中 急速地运转 古神诀消化 两具傀儡中 没有被杀的那具 呆呆地站立在 亡灵的身边 一动不动 但若此时啊 四周有任何风吹草动 那么 他会立刻冲出 一天之后 亡灵睁开双眼 他深吸一口气 若非口袋里 丹药足够 那么此次 施展古神神通 怕是没有半个月 很难恢复如常 他站起身子 看了身边傀儡一眼 这傀儡身上 有些损伤 按照预见上的描述 傀儡可以自行修复 于是 亡灵掐绝 按在傀儡眉心 顿时 傀儡化作一团黑雾 进入储物带内 随后 亡灵颇为复杂地 看着古兽男子 消散之地 这藤家族人的强大 远超他的想象 按照他的想法 若是古神神通 无法施展出 那么 就只有用最后的杀手 讲 天结细思 不到万不得已 亡灵实在不愿意使用 因为一旦用出 那么他这次 复仇的计划 很有可能 最终会被终止 因为 这天结细思 是亡灵准备 对抗当年通天塔的 那个上级使者准备 此刻 不但天结细思 没有用处 反而还获得了一滴 古神血液 虽说这古神血液 不算太纯 用完即会消失 但事实证明 可以以其施展出 一次古神神通 虽说只有一次 却足够救下 亡灵一次性命 亡灵右手一招 进翻落在手中 他看了此进翻一眼 内心已然打定主意 处理完腾家之事 他定要寻找一处 可以抵御天结之地 把这进翻的最后一道 禁止印象 使他达到小城境界 如此一来 其威力定然会大增 断然不会出现 今日连续打击之下 对方根本就不当回事之举 第一次 王林发现 自己的法宝实在太少了 青铜骨镜爆炸 使得他本就不多的法宝 再次失去了一个 到现在为止 他的法宝 可以拿得出手的 除了进翻之外 就只有那把神秘的剑鞘 至于飞剑 威力已然不足 需要再次激烈 除了这三样之外 还有几样 只不过却是只能 在特定场合才能使用 比如说驱兽圈 这种东西 除非是遇到一些 强大的异兽 否则呀 一无是出 还有那神秘的画轴 王林虽说从未打开 但他每次拿出 却始终有种古怪之感 似乎在那画轴内 封印着某个 强大的生灵一般 直觉告诉他 绝对不能轻易打开 当然 还有一些法宝 只不过威力上 却是显然不足 王林沉默少许 从怀里拿出三个储物袋 法宝不足的危机 让他不得不把目标 放在这三个储物袋上 通过这次战斗 王林已然知道 寂静神识并不是无敌的 这世间呢 还有很多东西 可以与之对抗 甚至克制也说不定 若是他能把极境修炼到顶端 那么倒也不会太过在意 可极境的修炼实在太难了 如此一来 法宝就显得极为重要 王林不想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极境之上 因为这样的话 一旦他极境无法使用 那么将会一无是出 顶着眼前的三个储物袋 王林深吸口气 静翻一斗 化作黑幕笼罩四周 随后他一点眉心 两个魔头飞出 在四周守护 犹豫了一下 他没有换出傀儡 此傀儡与古兽男子一战 已然受伤 此时啊 不再适合防守之用 做完这些 王林定气宁神 拿起其中的一个储戴 这储戴正是古地之物 在其上绣着一个篮子 王林沉默少许 体内灵力疯狂地转动 分身化作的原因 更是默然睁开双眼 一丝丝灵力威压 从王林身上散出 他身态凝重 右手慢慢地向储戴上抹去 在他的手碰到储戴的瞬间呢 骑上涌现强烈的阻力 王林心底一沉 他知道 古地仍然未死 深吸口气 王林的手毅然按下 一遍又一遍地在骑上抹动 每抹一次 骑上古地的神石 便会少上一丝 只是 王林所承受的灵力反振 就会越加的距离 半逐相好 王林已然额头见汗 他深喘粗气 拿出几粒丹药符下 调整内吸后 一咬牙 急静神石 默然一动 在他右手之上出现 与体内灵力一同 向着储戴抹去 这一次的速度 明显快上不少 只是王林的消耗 也越加巨大 在他接连符下 竖屏丹药后 古地的储戴 顿时 骑上 冒出一层白光 渐渐的 白光变淡 最后哗的一下 彻底消失了 王林松了口气 眼中露出兴奋之色 古地的储戴 已然被他打开 他神石 立刻探入 但很快 他的表情 变古怪起来 古地的储戴内 东西棘手 除了两块 极品零石外 就只有一把 古朴的剑鞘 王林神念一动 剑鞘出现在手中 仔细看了半天 王林眉头皱起 这剑鞘 与他的那把一样 真是符号不同 犹豫了一下 王林把自己的 那把剑鞘拿出 两把剑鞘放在一起 刚要进行比较 但就在这时 突然 两把剑鞘之上的符号 漠然间闪烁起来 许久之后 其光芒 渐渐消失 王林盯着两把剑鞘 他心中有种感觉 在这剑鞘之内 定然蕴含着 某个秘密 看了少许 王林把两把剑鞘收起 古地的储戴 在他一拍之下 化成碎末 王林叹了口气 费尽心血 打开的储戴 居然只有这么一个古怪的东西 这让王林那 不知是该庆幸 还是该无奈 他犹豫了一下 目光看向其他两个储戴 这两个里面 其中一个 是得自火坟国战神殿的 神秘尸骸之物 另外一个 里面放着十多个法器 这些法器 正是古神之地的那些 上古修士之物 只不过他们的修为实在太强大了 王林当年费尽千兴万古 也只能侥幸控制一件青铜古镜 真是 这古镜在他看来 威力似乎并不是很强 远非其名头般强大 这倒让他有些费解 他拿起这个储戴 神识一探 在里面查看一番 这些法器上的防御光环依旧 远远不是他现在可以打开的 此刻的王林呢 不由得有种 看见一座宝山 而自己却无法获得的感觉 叹了口气 王林拿起最后一个储戴 神识一扫 旗上显露出阵阵阻力 王林一咬牙 二话不说 体内灵力催动 连同极境神识一起 向上面抹去 只是 在他神识碰到的储戴的瞬间 忽然 王林身子一震 他感觉自己的意识 仿佛瞬间穿梭 眼前所望 是一片极为熟悉的大地 只见一个邪义的青年 正在急迟飞行 他的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是王林生平仅见 此青年飞行间 忽然身子停下 默然抬头 其眼中露出阴冷之色 黄缓说道 你跑不掉的 王林意识一乱 立刻回到身体 他睁了一下 双眼寒芒一闪 那青年虽说 他看不到修为 但从其速度上看 其修为显然不低 极有可能远远超过他 尤其是那所在的那片大地 王林一眼便认出 那里正是修摩海 很显然 此人就是当年 火逢国的那具干尸 自己拿了他的储物袋 在他苏醒后追寻而来 若是此人并未露出杀机 那么 王林很有可能 会把储物袋归还 但现在 对方的杀机浓重 显然即便是归还 也定不会放过他 如此一来 王林不由的心底一沉 犹豫了一下 他立刻加大了神石 与灵力的力度 不断地在棋上抹去 时间慢慢过去 储物袋上的神石 虽说慢慢减少 但若是按照这种速度 没有个几百年 怕是很难完全去挺 王林沉默片刻 目光一闪 内心已然有了主意 只不过 现在并非施展的时机 他深知自己时间紧迫 立刻收起储物袋 站起身子 目光投向 滕家成的方向 渐渐地 眼神冰冷下来 他喃喃自语道 滕花园 我来了 滕家成 在近日来 几乎所有的滕家族人 纷纷来此 他们认为 只有在这里 才会有安全感 滕花园 眼看着族人 全部来此 他心底越加阴沉 他知道 那王林 现在定然 已经处于赶来的路上 整个滕家成 现在处于一片恐慌之中 那些从外面 云涌而来的滕家族人 在进入之后 即刻知道了滕家老祖 为何不外出 阻止杀戮的原因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 仙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